詞曲 李宗盛 張芸菁日前單身工藝大使 化身超級保母 包尿布 泡牛奶 根本輕而易舉 喜歡小朋友的他 開出了35歲結婚生子的願望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 因為我現在比較渴望的 像是身旁可以一套的感覺 所以那個保護的感覺 我覺得要有 因為我覺得 好像就是已經在試婚年齡 然後也到了就是 因為女生我覺得 就如果真的要生小孩的話 還是早一點生會比較好 對 會緊張嗎 就時間上會壓力 時間上喔 就現在講到這一題 就有點小緊張了 時間一點一點的逼近 不過現在連個交往的對上都沒有 難不成是擇偶條件開得太高嗎 這是整體 夠杯的話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 因為我現在比較渴望的是 就是身旁可以一套的感覺 所以那個保護的感覺 我覺得要有 喜歡男生還是女生 要升級的 對 嗯 其實我覺得都好 都好 對 因為兩種就是不一樣 就是有不同的 可能是對待的方式 喔 責偶條件就是 我覺得就是責任感 有責任心 然後我覺得穩重 然後有 對未來的一些 就是家庭的部分 我覺得要有多一點計畫跟想法 回規四年終於在發新專輯 張雲晶還幻想 可以在自己的演唱會上 遇到真愛 日期是11月11號 是光棍節 所以呢 我在這四個演唱會上 不一定也可以遇到真愛 哈哈哈哈 最歷史 哈哈 哈哈